在英国,有民众希望哈里和威廉能和好如初,实际上,他们的战火永远都没有停歇的可能,更不用说可以和平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 即便是加冕里也无法阻止分裂的传言,在上亿观众面前,英国王室也只能尽量做到减少冲突,而非让他们握手言和。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看王室故事的那个拉不住的风筝,为了方便下次容易找到,看视频前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接着往下看,现在的英国王室内部矛盾只会越来越多,成员之间的裂痕也会越来越大,这些危险的因素会时刻动摇着王室的根基。 近日,王室传记作家劳伯贾伯森在新书《我们的国王》透露,因为梅根的原因,凯特没能见到伊丽莎白二世的最后一面,凯特由此怨恨梅根,并当众表情失控。 事情的起因还得从女王弥留之际说起,当时王室已经通知了英国重要的王宫贵族前往巴尔莫勒尔城堡与女王见上最后一面。 当然了,作为女王的孙子,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自然也是接到了通知。 原本凯特打算要与威廉王子一同前往的,但是最后查尔斯三世下令凯特与梅根不必同行,因而凯特才放弃了见女王的打算。 对于凯特没有前往的原因,当时的媒体也做了解释,说凯特还要照顾三个年幼的孩子,并且他想将女王最后的时间留给威廉。 凯特的这个举动也被媒体盛赞大度,体贴。 但是,事实果真是这样的吗?要知道,凯特与女王有着非常深的情谊,她们有着对位的品位,相同的三观。 在加入王室之后,她就成为了女王带在身边的小尾巴,女王会时刻传授她王室之事,这对于一位平民王妃来说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情。 她们的感情好到能同乘一辆车,同盖一条毯子。 或许在凯特的心里,女王不是自己的奶奶,却胜似自己的奶奶吧。 不过,劳伯贾伯森爆料其实查尔斯三世针对的人并不是凯特,而是梅根。 为了公平起见,无辜的凯特也被牵连了进去,因而她将没法向女王告别的怨气通通发泄到梅根的头上。 在温莎城堡时,威廉夫妇以及哈里夫妇出来向前来吊艳的民众致敬时,凯特就没能控制自己的怒火。 走出去的时候,凯特对梅根就是一副怒气冲冲的样子,面对梅根,她无法忍住自己的怒火,表情当场失控。 期间,梅根多次扭头观察凯特的脸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凯特都没有和梅根互动。 有些事情,不受控不用刻意展现就会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原来英国王室轴里不和是真的。 其实,凯特与梅根的恩怨由来已久,当两人的分歧涉及了各自利益时,这场战争永远也不会有停火的那一天。 当然了,兄弟之间的不和必然会牵连到轴里,威廉和哈里的矛盾自然会对轴里间的裂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从一开始威廉就觉得哈里和梅根的关系进展过快,并将自己的忧虑告诉了凯特。 但是哈里早已下定决心迎娶梅根进门,在目以成舟的情况下,凯特只能以凶嫂的身份向梅根普及王室之势。 不知道什么原因,威廉夫妇和哈里夫妇之间爆发了可怕的争吵。 此后,凯特向朋友抱怨,哈里已经变了一个人。 之后哈里的婚礼更是让这对兄弟俩反目成仇的导火索。 对于这四个人的矛盾,知情人士曾表示,梅根和凯特都有着强硬的个性,因而这两对夫妇发生冲突我完全不会惊讶。 哈里与梅根辞去职务之后,王室的工作量在不断地增加,凯特曾抱怨过多的工作量让他们精疲力尽。 哈里夫妇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自然会引起威廉夫妇更大的不满。 不过作为王室的核心成员,他们又不得不笑脸迎接王室工作。 人与人之间之所以存在着众多的摩擦与不快的主要原因是,大家总是善于站在自己的立场看问题,少了必要的换位思考。 哈里夫妇在接受奥普拉采访抱怨王室的不公,并暗指王室就是一个种族歧视的机构。 在接受这场采访时,哈里夫妇就注定无法走回头路了,他们与王室之间的距离也会越来越大。 在此之前,人们一直在猜测哈里夫妇会不会出席查尔斯三世的加冕礼,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只有哈里一个人参与这场活动。 有人说是王室介于哈里夫妇之前的作风,因而只邀请哈里一人出席,也为了防止哈里和梅根借此机会窃取王室成员之间的私密对话。 净报认为王室曾提出邀请哈里一家参与加冕礼活动,不过哈里夫妇却要求他们一家要在白金汉宫阳台亮相,王室觉得这个要求过于无理,因而失去了全家参与的机会。 也有人认为是威廉夫妇阻止了梅根的出现,凯特认为梅根的到来会给予他莫名的压力,为了避免节外生枝威廉夫妇建议白金汉宫只邀请哈里出席活动。 无论如何,英国王室的各类谣言总是在持续不断地传播,他们总是不能明白,在这样一个阶级分明的机构里是无法做到每个人都能得到公平的待遇。 王室分配不均的事情一直在持续,每隔一个时代都有人因不公的待遇产生新的怨恨和不满。 有些人享受自由的生活同时又不想为自己的特权生活买单,越是纵容他们,他们就越是沉迷在自己的世界里无法看清事实。 这兄弟俩的矛盾无非是关乎钱,关于职责,关于担当,关于爱以及某些人的坏脾气。 自从哈里出版了《自传备胎》之后,王室的秘密就如同一摊烂泥一样,毫无遮掩地摆在了人们的眼前。 轴里之间不合的故事告诉人们,哈里和威廉早已不复从前,他们不再是以前那个相依为命的兄弟。 而查尔斯三世在一个最享乐的时期,开启了一个最坏,最黑暗王室的时代。 而另外的一则消息是,据一项新的民意调查显示,英国人不认为卡米拉应该成为王后, 而是希望她保留王后配偶的头衔。 3月24日至27日间,共有1569名英国成年人接受了该项在线调查, 其中只有14%的受访者认为卡米拉应该被称为王后, 36%的人认为她应该保留她目前的王后配偶的头衔, 另外有23%的人认为卡米拉根本不应该有任何头衔, 还有16%的人认为她应该继续使用康沃尔公爵夫人的头衔。 白金汉宫在加冕邀请函上首次将卡米拉称为卡米拉王后, 这表示着自5月6日,查尔斯三世国王加冕之时起, 卡米拉将使用与已故女王完全相同的头衔女王和王后只是翻译用词不同, 在英语中都是Coin一位宫廷高级消息人士表示, 加冕仪式是开始在官方场合使用卡米拉王后这一称谓的恰当时机。 调查还涉及了其他关于君主制的问题, 23%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支持共和制, 51%的人认为英国在未来50年内仍然会有君主制。 受访者还被问及他们认为最近对君主制声誉造成最大损害的是谁, 结果很接近,46%的人说是安德鲁王子, 43%的人说是哈利王子。 超过3%79%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希望将安德鲁王子从王位继承顺序中除名, 而64%的人表示希望将哈利王子从王位继承资格中除名。 在谈到威廉王子和凯特米德尔顿时, 71%的受访者认为他们是很好的榜样, 也有14%的人说梅根和哈利是不错的榜样。 调查还显示,73%的人认为夏洛特和路易王子最终应该通过工作赚钱, 而不是靠内税人养着。 总体而言,64%的受访者认为查尔斯国王会成为一个好君主。 英国人不支持卡米拉的原因可能有多种, 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他与戴妃的关系。 卡米拉曾经是查尔斯国王的情人, 戴安娜王妃说,他与查尔斯的婚姻中有三个人, 有点挤,第三个人便是卡米拉。 戴妃于1997年死于一场车祸,引发了全球的悼念。 许多英国人认为卡米拉是导致戴安娜婚姻破裂和不幸的罪魁祸首, 因此对她抱有敌意和不信任。 即使在戴安娜去世后多年, 卡米拉仍然面临着公众的压力和批评。 尽管戴安娜已经过去26年, 但她在英国人心目中仍享有很高的声望和爱戴, 被认为是人民的王妃, 英伦玫瑰。 她以她的美貌,慈善,时尚和坦率而闻名, 被视为是一位刷新了王室形象和传统的现代女性。 她与查尔斯婚姻的不幸, 以及她在1997年的悲惨死亡, 也引发了英国人对王室的批评。 许多英国人认为戴妃是王室中最有人情味和最接地气的成员, 她能够与普通民众建立起真诚的联系和信任。 戴安娜王妃离世后, 英国人展现了罕见的集体悲痛和情感表达, 也促使王室改变了一些做法和态度, 以适应社会的变化。 即使在她去世20多年后, 戴妃仍然是英国民众最敬重和怀念的公众人物之一。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探讨,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